随喜每天晚上共修地藏经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为感恩地藏菩萨恩德 我们每天晚上7点50分到9点半 都在地藏殿共修地藏经 后做简单诗时 接住在观音菩萨那里念普门品 随喜大家参加 学佛久了 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专一和夹杂的问题 比如念很多经 会不会夹杂 是不是只要一部经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 古德讲砖一一部经 或者一个法门 是坚固信心 让心定一处 心定一处 就容易深入 比如说念普门品 如果能坚持每天都念一部 每天都坚持 不能间断 三年后一定有成就 那么修普门品的人 能不能修地藏经呢 回答是可以的 红仪大师和印光大师也劝修净土的 要念地藏经 这是夹杂吗 不是的 红仪大师说 在梭婆世界 多苦多难 求生的人心不切 而且活住灾难多 这时怎么办 就可以去念的藏经 可以让衣食丰足 然后更有利于修行 相同的 念地藏经 可以去除障碍 那么念普门品 就不能去除障碍了吗 不是的 每一尊佛的功德 都是等同的 不能说的藏菩萨比观音菩萨功德大 或者观音菩萨比地藏菩萨功德大 佛和佛都是功德圆满圆满的 那什么不同 愿力不同 诸佛的愿力不同 观音菩萨的愿力 就是去除八种苦难 解三毒 愚痴 嗔恨 淫欲 满足二求 求男求女 而归接一句话 还是寻生救苦大慈大悲 而地藏菩萨的愿力 就是就把幽明界的众生 和幽明界的众生最为有缘 那么我们在幽明界末有出离的历代宗亲 类生父母 都要靠的藏菩萨的加持 这是愿力不同 在丛林中 上午念冷言咒 要师佛圣号 晚上念阿弥陀佛 弥陀经 还有咒语 也是显密都有 不会夹杂 但是信心一定要稳定 那最怕的 就是信心不稳定 一会儿求观音菩萨 一会儿求地藏菩萨 这就信心不稳定 那我的方法 是这样子的 可以给大家一个思考 关于度化明界的众生的事情 我都一律求的藏菩萨 然后再念阿弥陀佛 祈愿往生 关于加持 慈悲心 以及平常求世间的满怨时 都求观音菩萨 这样分开了 信心就不会摇摆了 也刚好和诸佛菩萨的愿力相感应 现在每天晚上在地藏菩萨前 都有宫灯 每次都有一百多盏灯 农历七月份已经坚持了一个月 抵藏菁供修将持续到年底 每天公灯也将继续 如果想要一起公灯的 可以打款到账号上 然后把祈愿的事情发给 QQ2309661858 最好给往生者 或者自己的怨亲债主 历代宗亲 或者父母的怨亲债主公灯 在铁围山内 日月光是不能照亮的 只有靠我们点的灯 通过佛菩萨加持 才能照亮他们 我们上次去九华山 也是带了苏油灯去点 结果很多寺院都不让点 估计怕火灾隐患 很可惜 还好观音寺可以大量点灯 这个苏油灯 可以点五个小时 刚好在供修前后点 点灯后一起念经 气氛会好很多 尤其是在晚上 我们每天供修的 地藏菩萨圣像 每次都把苏油灯 摆成万字 念公灯其愿文 给点灯者回向 想要观音寺参加的师兄 或者要供灯的师兄 把名字写来 一起做回向吧 随喜功灯功德